READY 中華網龍 魔幻史詩冒險遊戲 聖劍Online 是今年下半年主打的作品 日前形象官網也釋出最新的遊戲動畫 媲美國際水準的動畫製作 引領玩家進入神秘未知的奇幻國度 聖劍Online是中華網龍 即武俠 博弈 戀愛交友 等多元類型的遊戲之後 耗時兩年打造全新奇幻題材 將帶領玩家走入不可思議的魔幻世界 另外中華網龍還與台灣角川合作 將推出聖劍Online專屬同名小說 盡請玩家密切留意喔 遊戲橘子超CUE 最可愛線上遊戲 POQ 將在8月26日展開 不刪檔封策活動 可愛的PO將陪伴玩家並肩作戰 只要完成八大主線任務 就可以獲得多樣獎勵喔 包括可以強化自身能力的左手PO 稀有的材料和戰利品 還有能讓玩家自由變換的裝備PO 玩家就可以自由變換身上的裝備PO 也就是轉職了 想要體驗可愛PO的魅力嗎 8月26日POQ 不刪檔封策 期待玩家勇闖八大任務 展開熱力冒險吧 G&L表示他們代理美國ArennaNet 公司所開發的中古奇幻線上遊戲新作 《機戰2》 目前正開發順利 預計2011年跟玩家見面 《機戰2》延續前作龐大的奇幻史詩風格 並加入更多的新要素 包含許多未曾公開的角色技能與怪物 例如薩滿召喚的土元素 對抗墮落巨龍爪牙的鋼鐵要塞 以及恐怖巨龍粉碎者 製作小組也強調 《機戰2》希望能打破現存遊戲的潮舊 製作一款玩家不管是否喜歡線上遊戲 都會想嘗試看看《機戰2》 在《機戰2》中有更加寫實刺激的戰鬥 完全個人化的故事劇情走向 全新的事件系統等等 等待玩家感受波瀾壯闊的奇幻史詩喔 Ubisoft公司推出的刺客教條系列 下著前兩代作品累積銷售破1500萬片的身世 最新作《刺客教條兄弟會》 也預計今年11月16日會推出 而這次《刺客教條兄弟會》 標榜玩家能跟其他不同特色的刺客結盟 組成刺客兄弟會 執行各種暗殺任務 另外Ubisoft宣布了《刺客教條兄弟會》的限量豪華點藏版 還很獨特的附贈一個特製造型恐怖箱 鑰匙打開還會有遊戲中的刺客小丑跳出來咧 看來現在遊戲廠商為了要想要豪華版的特點禮物 應該想破頭了吧 送模型 資料設定機已經遜掉了 這個恐怖嚇人箱還算滿有梗的啦 不過以後還有什麼更讓人眼睛一亮的特點禮物 才能滿足玩家越來越挑的胃口咧 那就繼續努力吧 曾經開發過《俠盜列車手》系列而聲明大造的 Rockstar Games公司 今年5月推出以19110年代 美國西部拓荒為背景的遊戲《避寫狂殺》 嶄新的遊戲體驗較好又叫做狂賣了數百萬套 而日前又宣布避寫狂殺最新資料片 傳奇殺手包可讓玩家付費下載 收錄了9個新地圖位置 倍增了競爭性多人遊戲的區域 並特別針對多人遊戲調整武器平衡性 帶來豐富的隨意殺戮與團隊挑戰 另外2004年曾推出的前作遊戲《紅色死亡左輪》 其中的8位經典角色重出江湖 成為可以讓玩家扮演的多人遊戲角色 在廣大的西部荒野之中 展開生死一瞬間的激烈火拼 將會推薦的內容 萬代男夢工帶領 美國2K Games 所推出的暢銷遊戲《深化奇兵2》 全新單人付費下載追加內容 《女神的巢穴》 等待玩家來體驗深海的恐怖 這個新資料將為歡喜成的恐怖深海世界 添加了更多的元素 也是《深化奇兵2》最後一個資料片了 遊戲中將收入新地圖 新角色 新地點以及神秘事物 玩家可以探索歡喜成運算中心 這個先前不為人知的區域 揮舞全新高科技的武器 運用回滅性的新細胞體 應付《女神的巢穴》的極端威脅 製作小組相信《女神的巢穴》新資料推出 會讓玩家滿懷欣喜地重返《深化奇兵2》的世界 體驗更多恐怖魅力喔